我们今天讲这个开悟与德政 那么这个开悟与德政是大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题目 邪佛就是要求起这个开悟 你邪佛就是要求起这个德政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最重要的这个关键 就是他开悟 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佛陀教不是在菩提树下 已经得妙诀 那么以后的就没有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 所以开悟跟这个德政是最重大的 在你这个学佛不管你学什么 不管你这个学哪一个宗派的法 都是一样要开悟与德政 那么曾经有这个皈依的弟子 突然有一天早上就打电话给我 不是最近了 以前 现在我很少接电话 是很早以前 接到电话 他说我已经开悟了 他跟我讲说我已经开悟了 那归的弟子大概是学佛 大概一年 他说我已经开悟了 我心里很怕 听到心里很怕 也曾经有一位长者 一位修行很久的 很高深的一个长者 第一位很崇高的 他说只要听到有某一个年轻人 或者学佛不久的人 跟他讲说他已经开悟了 他不是很怕 他是想笑 但是又笑不出来 这表示什么意思 开悟跟德政 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是很容易的 你说听到有人讲说 我已经德政了 我已经开悟了 我们学佛的人 心理上的反应了 很快的 不是很怕 就是想要笑 因为这里面 开悟跟德政里面 有很深很深的内涵 不是很随便的 也不是说你刚刚开始写佛 你就突然间 哇 打一个电话来说 你已经开悟了 他现在这位开悟的 这位先生小姐 已经不知道开到哪里去 他现在已经不知道开到哪里去 是有问题 所以这一种突然间的 好像是说他已经开悟了 我很兴奋 所以讲说他德政了 已经很兴奋了 有些是有问题 那这里呢 我就是要跟大家讲 什么是开悟 什么是德政 我现在在写这个 第122本书 密教奥书 里面就写到这个 开悟 到底你开悟了什么 德政 到底你德政了什么 我还写啊 明心见心 就是开悟 没有错 你到底见了什么心 要详详细细啊 把他讲出来 才不会令人有所偏差 今天为什么开悟跟德政呢 很多人讲说他开悟了 也讲说他德政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啊 没有哪一个祖师啊 把他的开悟跟德政 讲得很详细 明心见心 你到底见了什么心 明啊什么心 有的讲 祖师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啊 你明什么心啊 不可说 你见什么心啊 不可说 大家都不可说 你也不可说 他也不可说 大家都不可说 祖师都不讲 那大家都开悟了 因为不可说 因为不可说就是开悟嘛 事实上是很难说 不是不可说 很难讲得清楚 但是因为很难讲的 还是要讲啊 你不能让这个天下 所有众生啊 这个邪佛才不久 就说他是开悟了 就说他德政了 所以开悟跟德政啊 是真的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不是迷迷糊糊 不是寒寒糊糊的 不可以乱讲的 这个一定要清楚明白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大题目 我今天这样子讲 也算是大公开啊 大题目 大公开 我的这个新书上写的 就是开悟 大公开 大公开啊 Beat open 开张大吉啊 大公开啊 这个明心见性啊 开悟跟德政啊 跟这个感应不同的 有的人以为啊 他已经能够通灵 有通灵 他就是开悟 差得很远啊 十万八千里啊 像我每天啊 做私食供养 我感应 他们来接受供养 我就可以讲 我已经得正了 开悟了 无事 不是这回事 吃饭的时候 你供养 我每次都有感应的啊 他们来受供不受供都有感应的啊 你就讲 哇 我已经得正了 无事 差十万八千里 今天晚上啊 突然间啊 这个梦见释迦摩尼佛来啊 给你磨顶啊 你乖一点啊 好好修啊 不要哭啊 不要伤心啊 哇 我得正了 我得正了 差十万八千里 那个都不是的 霍华菩萨突然间啊 异想天开啊 他告诉你一个lumber 你去买勒头 他要中奖啊 哇 我得正了 是你中奖 是你中奖 不是得正 有一个台湾来的弟子 一个女的 一对夫妇来这里 有没有 才前几天的事情 中第一特奖 告诉你 中第一特奖 那来偷偷告诉他 中第一特奖 我很安静 中奖 很好 阿弥陀佛 很好 供养师尊 供养 哪一点供养 我真的中第一特奖 供养师尊 摸起来也是很薄 第一特奖 这个啊 是感应 不是开悟 我们在讲这个 开悟与德政 开悟跟德政啊 跟很多的感应呢 是没有关系 甚至跟神通 也没有关系 跟通灵啊 一点关系都没有 通灵啊 是你自己的体 跟宇宙的这个意识 甚至诸神 诸天 有感应的现象 也算是感应啊 这个是通灵 你自己啊 跟宇宙的诸天 诸神 诸菩萨 诸佛 甚至于鬼神 有感应的现象 他能够启示你 你看到一个光 你就以为说 哇 我已经得正了 我已经开悟了 那个相差十万八千里 看到佛啊 算不算啊 德政啊 算不算是开悟 不算 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你这个开悟啊 不是简单的事情 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 通灵也不是 神通也不是 感应也不是 都不是开悟 也不是德政 在禅宗里面啊 常常提到这个开悟 禅宗啊 禅宗提到 子子人心 见性成佛 很多的祖师啊 他写了一个记 写了一个记 写了 写好了 给印证 给这个上面的这个师父 祖师爷 来印证 你看 哇 你这是开悟了 开悟的诗 那证明你开悟了 所以禅宗有所谓的印证了 印证就是说 我印证你某一个地址已经开悟 这个印证当然很好 当然是很好 但是真正有他的物境啊 有实际上身体 跟你的意念完全都清楚明白的时候 真正有物境的祖师不是没有 但是假悟的也很多 实际上境界没有到 所以这个必须要有要很清楚 清楚去印证 禅宗的祖师有的讲啊 他是讲什么样子叫做开悟呢 就是用六根去修 色身相畏处法 眼耳鼻舌身意 用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往内观照 眼啊向里面看 耳鼻舌啊向里面嗅 耳鼻舌啊向里面嗅 舌头啊向里面敞 身体啊向里面去感觉 意念啊向里面去求 所以佛教有所谓啊 所谓的这个好像是说正性啊 就是向里面求就是正性 向外面求就是外道 你这个六根啊完全向里面求 把自己的真性啊 自己身体里面的佛内在的佛性 给他显露出来 才叫做开悟 啊才叫做 禅宗是这样子的 直接啊 用禅纳的方法 所谓什么叫禅纳呢 禅纳就是尽力 你安静的用你的念头 去打开 你自己的佛性的 向内打开自己佛性的 就叫做开悟 跟德政 那 很多祖师都是这样子讲 大家都会这样子讲 但事实上呢 你打开看到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一个讲出来 没有人讲了 打开看到什么 明心见性 明了什么心 见了什么心 这个就是一个大明体 到现在还 啊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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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晓得这个禅呢 是用尽力的方法 尽力的方法 用寂静的方法 去修了 有他的种种的法门 有波叶禅 有祖师禅 有祖师禅 有如来禅 各种的这个 这种禅法 去修 那么就是 最重要就是把自己的佛性给他选择 但是佛性是什么啊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密教怎么修呢 密教到最后的关头啊 这个大手印的祖师 无后光 无后光祖师 他叫你用一个字来修 把你的念头啊 集中在一个配日上 配 一个配日上 配 用这个配日啊 念头集中在配日上 由上向下打开 这个时候啊 只要把那一层壳啊 轰臂佛性的那一层壳 给他打破了 自己的真性就可以显露出来 这是最后的关头啊 不是说一开始就叫你用一个配 然后破了 哇 这个小鸡就浮出来了 我这个禅宗啊 也有像修法 也有像那个母鸡啊 在扶小鸡 这个母鸡啊 在扶那个蛋 抱住那个蛋 给它温暖 突然间 一声 哇 一个头伸出来了 小鸡它长成出来 那个壳一打破 才能够看到小鸡 才能够看到小鸡出来 明星见星 密教啊 一样跟禅宗啊 最后的关头 一样的 用一个配日 配 然后下降 把那一层壳打破 佛性就显露出来 那么开悟啊 跟德政 就是看到佛性 看到佛性 你就是开悟跟德政 那我们还要讲 到底你看到的佛性 是什么 看到的佛性 是什么 佛陀在菩提树下 阅读明星 看到一颗明星 开悟了 我们出去看明星 你看到明星 哇 不能太多颗 太多颗没有开悟 一般的星星没有开悟 看到彗星 哇 开悟 啊 这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的 你要看到你自己的心中的心 这才是佛性显露 我们以后再谈 我们接着讲 开悟与德政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题目 在修禅的人讲起来 它是直接执子 很直接的 它直接执什么呢 它执这个空性 像这个有一个禅宗的这个公案 那大家晓得 大家晓得 这个吴卓禅师啊 去这个礼拜这个五台山 那么在半路上啊 遇到这个文之师利 文之师利菩萨 文之师利菩萨 他化为一个老子 一个老子 那两个人在对答当中啊 都是有这个禅味的 有禅味的 这个老子问他 你这个南方的佛法 有多少人呢 他说大概三百五百 这个吴卓禅师啊 问文之师利 那么这里呢 这个文之师利讲啊 环圣同居 龙蛇混杂 那吴卓在问呢 是多少 有多少人在 在修行 文之师利就打了 这个前三三 后三三 然后我讲过这个公案 前三三 后三三 这吴卓他听了 他不知道多少 这就是表示 他还没有开悟 他去想这个问题 什么是前三三 后三三 这禅宗里面呢 很多的这个公案 就直接的 很直接的打中 这个是开悟的话 前三三 后三三 是开悟的话 前三三 后三三 是多少 现在问 问大家是多少 前三三 后三三 是多少 这是文之师利 菩萨 问吴卓 吴卓没有办法打 他到最后 临卓还问这个童子 是多少 童子也是给他一个禅语 他说大德 然后啊 大德就是我了 哟 结果他要问他是多少 他也答不出来 到底是多少 所以禅宗啊 就是子子 就是在这里 其实这个答案 应该是很简单的 往前面走三步 再往后面再退三步 是多少 前三三 后三三 走三步再退三步 是多少 叫不增不减 不增不减是什么 空性 没有多少啊 不增加也不减少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直接啊 文哲司理菩萨就直接跟他讲 是空性啊 就是这样子 大德 也是一样啊 是空性啊 不增不减吗 佛也是一样啊 佛性啊 不增不减 波耶 波罗蜜 多行进 子子 所以这个禅宗啊 叫你开悟 都是这样子 直接指的 直接指空性 也有人讲 空性啊 是无死无名 无死无名 空性是无死无名 要破掉 这个无死无名 这是禅 你想一想 不增不减 是不是空性 这个宇宙之间啊 唯有一个东西是不坏的 是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的 这个就是空 只有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 你看看密教的修行 如何去开悟 密教修行 要去开悟 去得正 是应用你自己身体里面的东西 你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地水火轰 地是什么呢 就是中脉 五轮 就是地 水是什么呢 水就是明点 佛是什么呢 佛就是着佛 地水火轰的应用 去证明最后的一个空 就是空性 那么你认识了空性 你就开悟了吗 就开悟了吗 应该讲起来 你正到空性的时候啊 应该还有一个东西 你打开空性的时候 应该还有一个东西 证明了以后 你必须要懂得 你看见了 你得正了 还转 反过来 又是有 真正的开悟啊 是有跟空啊 双印 才叫做开悟 所以在这里面啊 什么是开悟 什么是德政 这个答案啊 就很快的 就要显现出来 现在暂时还不讲 卖一下观自 华佛的十二因缘呢 他去想这 明想这十二因缘 最后能够证明 十二因缘到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无死无名 从无名开始 没有开始 没有一个结束 这种十二因缘这样子 一直在轮回 其实他证明的 也是一个空子 我们每一个人啊 假如能够证到了这个空性的时候 他的心啊 就是无量 无量 无止尽 在那里面啊 没有所谓的爱恨 绝对是没有的 有爱啊 你就绝对有执着 有恨啊 你就绝对有执着 你有了爱恨啊 你就绝对是众生 绝对就是众生 六道啊 就是因为有爱恨 这些东西才存在的 你证明了这个空性以后 你悟到了 原来一切都是空的 这个时候也不能掉进这个空里面 因为掉进去就是无死无名的 就是无死无名的 这不算是开悟 你已经证到了 知道了 一切你用这个空来破解 那密教里面呢 他用地 水 辅 辅 还有一个辅 这个辅 就是气 元素来证明这个空 那禅宗是直接指空性 直接就指的 空性是不是开悟呢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啊 就是目前来讲啊 很多的这个佛学祖师在研究的道理 那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Om māni bēmī hom 那我们在讲这个开悟仪德政 我们讲这个禅宗的修行 他是直接去指 直接指空性 那密教的修行 是由地、水、火、轰 去正空 正这个空 像我这个师父 撒迦派的这个师父 他的法号就是撒迦正空 正空两个字啊 就是证明这个空性 那么空性啊 你证到了 按照我的经验 我所知道的 你证到空性 应该讲起来啊 进夫道 可以讲啊 是开悟 接近 差一点 得证 差一点点 佛陀在菩提树下 想十二因言 最后也是一个空子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都已经证悟了 都已经得证了 是吗 应该讲起来啊 你假如实修啊 去证明到空性的时候 你会附带很多东西产生出来 而不是顿入空以后啊 就变成这个枯木死灰 空性里面有东西 这个才是真正的开悟 跟德政 你打开空性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你看到的 空性里面呢 没有生死 没有生死 也就是你不用去聊生死 不用去聊生死 生死对你来讲啊 完全不是一回事 根本就不是什么事 也不是大事 无生无死 这是空性里面的东西 这个叫做开悟 还有 你会常喜悦 喜悦 为什么会喜悦呢 因为你已经完全没有绑 完全解脱 不会被爱绑 有些是被爱绑住 有些被恨绑住 这个都会的 都会绑的 完全解脱的现象 就是开悟 跟德政的一种现象 你能不能修到这样子 这要看你自己啊 你修到完全以前解脱 因为空性里面包含了解脱的 他不争不减 也不坏的 无善无恶 没有什么叫做德 什么有德 没有什么叫做无德 通通没有的 这是一种解脱的一种现象 但是呢 在里面有喜悦 为什么有喜悦 因为解脱里面呢 有他的殊胜的一种喜悦 空性里面还有光明 这光明里面就是很清净很清净的光 很清净很清净的光明 这是完全的清净所显出来的光 叫做静光 空性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智慧 就是剥叶 观照 你能够对任何事情都能够非常的清楚明白 不会被遮盖了 不会被蒙蔽 任何事情你都观照得非常清楚 剥叶最高深的 最有佛的智慧的 这个空性里面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度众生 就是有慈悲了 有大悲心 有大悲心 有慈悲了 因为你证明了空性以后 得了道以后 你就想把这种道理去弘扬 去给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一种道 所以你就会产生大慈悲的心 你要去度化众生 去平等度化众生 让众生都能够开悟 都能够得到 能够成佛 空性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你自己的生活 一个开悟的人呢 表面上跟一般人的生活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他的内在跟外在完全就是很大的喜业 大喜的 大喜业 他的全身充满着光明的 内在的光跟外在的光能够还非常的严满 这个密教里面都可以证明 因为密教里面呢 他证明得到永远能够得到很大的快乐 就是大乐境界 他的内外光啊全部显花出来 就是静光的境界 他都能够得到的 他能够智慧观照 任何事情他以他的智慧观照 他的心啊永远啊都能够啊 这个能够定的心完全能够定的一种状态 烦恼在空性里面是没有的 完全是解脱了 完全是解脱了 烦恼也就是菩提 这个时候欢转过来 开悟的人 他的一切的行为啊 跟我们一切的行为 仿佛的一切的行为是完全一样 是凡性啊同居啊 龙舌混杂 完全一模一样的 生活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他确实是一个开悟者 这个要怎么样子去分辨呢 他的表面上啊 完全是一样 也就是龙舌混杂 凡性同居 文知实力菩萨 他本身是开悟者 但是他讲了一句话 龙舌混杂 凡性同居 表面上是一样的 事实上一个是已经开悟 已经开悟的人啊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开悟的 任何事都是佛在做的事 都是佛事 任何肮脏的地方啊 都是净土 任何行为都是清净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 欢转过来 就是凡事 凡事俗的事 都是圣事 都是圣贤的事 这个在密教里面啊 讲得非常的清楚 你到了这个境界一到 你就非常的清楚跟明白 你这个境界不到 凡夫 还是你做凡夫的事情 但是开悟者 做任何凡夫的事情 都是佛事 这个就是非常的 很特别的 我只能够讲到这里 这个就是真正的不可说 我们今天讲清净的方法 那么清净两个字啊 可以讲是 我们修行成佛 他必须要的 必须要的 密教里面常常提到啊 这个身清净 口清净 跟义清净 这个就是 身口义 清净以后啊 跟如来本身的 这个 秘密 完全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修密教是把三业 就是身口义的业障 转成 身口义的清净 这个也就是 如来的这种秘密 如来的秘密 也就是清净 那么这两个字啊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如何呢 去这个清净自己呢 这里面也提到 这个 根据这个佛典里面所提到的 清净两个字 还有他的这个含义在 一个就是 不好的行为 断恶行 你把不好的行为给他断掉 就叫做清净 另外呢 就是说 离后 得净 离开污秽的 离开烦恼的 得到清净的 这个就是清净两个字的意思 那么他的方法是很多 一般我们学这个三无漏学 戒定会 也是在做清净的功夫 以戒来讲起来 这个戒 就是断恶行 戒 我们守这个戒 就是在断恶行 我们每个人啊 不管你是出家的 或者是在家的 都要守戒 那么先从五戒开始 另外还有八戒 另外还有这个出家戒 有沙弥戒 有种种的这个戒力 那么出家也有这个比丘戒 也有比丘尼的戒 每一种戒是很多的 那这个戒啊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让你断掉恶行 能够变成清净 断恶行 就是一个 就是要守戒 那么我们写禅定 其实也是在清净 你在禅定的时候啊 你修行到完全一念的时候 完全到一啊 专一的这个念头的时候 也就代表你本身的意念 清净 那你在禅定当中啊 你当然你的口也跟着清净 身也跟着清净 禅定的 协定也是在做清净的 那么最后呢 你在禅定里面呢 你得到了很多的这个佛的智慧 这个佛会 佛的智慧产生出来 你以你的智慧 佛的智慧 这个时候啊 你在追求清净上面呢 更加能够了解 更加能够理解到这个真正的清净是什么 那这个也就是 这个不管这个戒定会啊 其实啊 都是在这个做求清净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首先刚学佛的开始 就是一定要这个守这个戒的 一定要守这个戒 那么守戒啊 就是一种清净的一种开始 清净的一个开始 在密教里面呢 你要做到实时 清净自己的身口意 有很多的方法 平时啊 在这个教授这些密法当中啊 经常有很多的这个方法教给大家 好像我们吃东西 也是清净的 教大家做供养的时候啊 不是要念咒吗 念供养咒吗 还要观想这个食物观想变化 那密教里面也教大家 对着这个食物啊 吹一口气 吹一口气是做什么呢 是因为你念咒加持了这个食物 另外还用你自己的清净的这一口气 也加持了这个食物 也加持了这个食物 这个都是属于一种加持上的清净 有的时候啊 我在做这个供养 在这供养的时候 有时候会呼出一口气出来 呼一口气出来 那这一口气出来啊 可以观想成为啊 这个火这个火出来 把食物整个燃烧了 就变成佛供了 就变成佛供了 那么佛供了就是一种清净 我们平时做附魔 这也是一种清净的供养 一种清净的供养 所以这个食物里面啊 到底清净不清净呢 你很难去知道的 单单讲说吃素的来讲 吃素 所有的你采过来的菜 保证里面就没有虫吗 你知道我当阿兵哥的时候啊 我们每一天喝菜汤 那个菜汤啊 一砖一碗菜 起来 那个几片菜叶上面 几片菜叶 其他都是清水 另外还有几条白白的虫 吃素一样有虫的 不你看得到的是虫 在叶子里面呢 难道没有虫的软吗 一样有虫的软的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在学清净了 当阿兵哥的时候 就已经把那些虫啊 拨到旁边去 拨到旁边去喝汤 你不喝不行啊 一定要喝的 然后要喝汤以前呢 先把这些虫啊 吹到一边去 再喝汤 白白的虫啊 浮在汤面上 你知道军人在做菜的时候 他哪里有时间去洗那些菜啊 没有时间洗的 一把抓起来 一折就是丢到那个大锅里面 水一冲 就是大锅汤 然后我们喝汤 就把那个浮起来的虫 吹到一边 喝下来 清净 喝了就清净 这个卢斯尊啊 在当军人的时候啊 就已经吹口气了 就清净 吃啊 你吹口气加持 念咒语加持 这东西就变成清净 清净 所以杀生是这样子哦 你不管你吃分吃素 都杀生 你吃一个这个 蛮性下去 你不知道杀死多少细菌 你不 没有办法 他细菌干扰你 你不杀细菌怎么行 这个也是杀生哦 所以要持咒 我们在谈这个清净的方法 那么除了这个死以外啊 是清净以外 我们这个穿衣 其实也是在做清净的 因为我们密教里面啊 讲穿衣就是在做防复 防复 戴帽子啊 穿衣啊 都是在做防复 你要加 先拿衣服要穿的时候 先加持衣服 然后穿上去 就变成啊 披甲护身 披甲护身的 穿衣就是防复 防复是防复什么呢 就是防复外来的干扰 所以一般的密教行者 穿衣 加持衣服 穿上 表示一种防复 表示一种防复 这个外面的这些啊 这个邪灵啊 它不会干扰你 那邪灵干扰你 你受了影响以后啊 你就会有邪念 不好的念头 所以我们穿衣啊 本身呢 就是一种防复 也是一种清静的方法 我们也教过大家 做谈诚的结界 做房子的结界 这个都是清静的方法 我们时时啊 做这个谈诚的观想 清静的结界观想 跟房子的清静 这个可以想 想念啊 这个一个闪盖 很大的闪盖啊 虚空中有一个闪盖 把你的房子盖起来 你这个房子里面呢 一切都是清静的 穿衣也清静啊 你住了 住这个house 上面有一个闪盖 因为我们修了法嘛 上面出现闪盖嘛 把我们房子盖起来 把我们的檀城盖起来 就会很清静 这个也都是清静的方法 行则还要很重要的 你跟自己的父法不分开的 自己的本尊也不分开的 你的身体要保持清静啊 你要常常意念啊 本尊注顶 本尊经常在你的头顶上 我们台湾人讲啊 头上三尺有神明啊 你不能忘掉啊 你的头顶上啊 就是顶着你自己的本尊 那你常常想念 你的本尊在你的头顶上 你的身体就清静 这个就是清静的方法 所以一个行则啊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方法让你清静 实时意念自己的本尊在头顶 甚至啊 更严格的是这样子 假如你的本尊啊 他长得很高大 那么你过这个门的时候啊 你那个门很低啊 你还要弯下来 因为你害怕走过去 就碰到本尊 因为你观想本尊注顶啊 那本尊加上你的身材 就变得很高大了 对不对 否则你本尊就要想小一点 这么小 否则你要过这个门槛的时候 还要低下来一下 让本尊也能过去 因为你实时观想本尊注顶 你本尊观想的太大了 走过门槛 的时候 拱 本尊掉下来 所以这个严格讲起来 还要做这种观想 这是可以讲啊 这个一个一种清静的方法 就是行的时候啊 走路的时候 也要想本尊注顶 另外我们这个手啊 你这个手啊 自己要清静 我们平时在想这只手 拿的就是金刚处 你是密教行者 这一手握的都是金刚处 这一手握的都是金刚灵 常常常做如此想 就是一种清静的想念 手也是清静的 因为手经常握着金刚处 右手金刚处 左手金刚灵 就是一种清静的想念 还有一点呢 我们常常是说 去住这个 我们这个密教行者 去住这个hotel hotel是 每天都换人的 今天换这个 明天换那个 你说在美国地方啊 很多种族都上了这个床 这个床本身啊 不一定很干净 尤其这个床 说不定有人自杀过 也不是很清静 有的白人住了 黑人也来住了 夫妻也住了 小孩也住了 这个床不是很干净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睡的时候啊 一个行者在睡的时候 就把床 整个想成一斗莲花 把床整个关成一斗莲花 那你上去睡 就等于睡在莲花当中 这个就是一种清静法 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先把自己睡的地方 关成一斗很大的莲花 那自己睡在莲花的中央 再把自己变成金刚柱 躺在莲花的中央 这个都是清静的方法 你说这个晚上有倒气 有磨啊 有什么这个血来倒气 我就变成金刚柱了 变成金刚柱 躺在这个莲花上面 躺在莲花上面 金刚柱在莲花上 那些你已经观想了 已经持咒了 清静法已经做了 那些根本就不敢来侵犯你 你已经变成金刚柱了 所以密教有很多法 是教你清静的方法 像我们水一般的水 我们可以变化成为大悲咒水 已经讲过大悲咒水法 来观想观世音菩萨 洒净水在这个水里面 再持大悲咒 再持大悲咒 要用这个申口意 还要截手音 截音 观想持咒 三密加持 就是大悲咒水 这个水就变成清静了 本来这个水里面有很多虫的 有细菌的 因为你加持以后就是清静水 就是大悲咒水的 所以我们加持食物也是一样 吃的东西也是一样 三密加持 就变成清静的食物 所以密教啊 不管你吃分吃素 一样加持 就变成清静的东西 另外呢 我们讲这个 你只要身口意清静 你就很接近于成佛成道 今天种种的法都是在做一种这个自己清静的这个功夫 清静的功夫 你修行到很清静的时候啊 你自己本身呢 就会得到很大的佛的智慧 如来的智慧啊 就会跟你在一起 你不懂的这个方法 不懂的清静的方法 那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三叶转成三密嘛 那么如来的毕灵嘛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时时身口意清静 行住坐卧 时依住行 都是清静的 都是很 都是清静的 那密教啊 就用这个 身口意 清静 那么直接啊 成为如来的心 Omma ne be mi ho Omma ne be mi ho